这期节目我的情绪不高 是因为这一期节目很多人去世了 家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是挺哀伤的一期 所以我调整了一下情绪 不能用那种非常饱满慷慨激扬的那种情绪来描述 大家好老李 那上文书家族人员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图屋就不放了 只是家族里面的那个老二自然去世了 小和二代呢 娶了一方妻子 这个妻子叫费尔南达 也就这两个变化 所以呢图我就没放 那我们故事继续 上回我们说到了家族里面 乌尔苏拉年纪已经大了 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 小兰这个时候也一直在给自己 缝果实布 果实布缝好的这一天呢 就是他死的那一天 他之前挺恨的 他之前一直在祈祷上帝 就是说千万不要让自己啊 死在小丽的前面 他甚至都已经想好小丽死了以后 他怎么样给小丽收拾妆容 举办他的葬礼 要把他打扮得美美的 漂漂亮亮的 然后把他下葬到一个最肮脏的地方 可是如今时间也不允许了 小丽现在身体还特别的硬朗 他这个时候一针一针 给自己在缝果实布的时候 突然一下就释然了 他回想起了他这一生 他特别想时光倒流 如果当时小皮自杀的时候 他过去阻止了 也许现在就不是这样的一种场景了吧 他又想起了小丽 自己俩人算是斗了一辈子 最终小丽现在是孤独的一个人 在马孔多墓地的附近待着 他现在还有没有吃土呢 他现在会不会跟我一样的孤单 随着果实布越来越快要完工 他越是后悔 越是懊恼这一生的所作所为 他把他这一件兽衣 缝得极尽奢华 极尽漂亮 终于在这么一天 他把家族所有人都召集过来了 告诉大家 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趁着现在还有点时间 我想对我这 微微的一生 所想要做一点事情 弥补一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话 是想要让我带给王者的 也许这是我为这个家族 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呢 于是大家纷纷回到房间里面 各自书写各自的信件 让他带给王者 下午在客厅里面 放了一大箱的信件 他穿着他那一件 缝得非常漂亮的兽衣 手上缠着一个黑纱 藏进了棺材里 至此没了气息 而家里面的美妹 也就是小和跟索菲亚的女儿 美妹因为长得特别的漂亮 有这么一天 他突然坐在床单上面 飞天了 飞身了 所以马尔克斯用这样一个 魔幻现实的方式 孕育了他的死亡 因为接下来 马恐多要发生的事情 不适合这么漂亮 这么善良的人 待在这里 所以预示了他的死亡 小二代和费尔南达 先是生了两个孩子 老大是个姑娘 她也叫雷梅戴斯 就很尴尬 这个怎么叫她呢 也叫梅梅吧 第一个村长家 那个姑娘叫小梅 她呢 被小兰给堵死了嘛 那第二个 刚刚飞身的那个梅梅 她算也不在了 也不在世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以后 再说的这个梅梅 你就能知道 她是这个家族 第五代人 她是这个家族第五代人 老大叫梅梅 老二呢 是一个儿子 叫小和三代 到后期 他们还会生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名字叫 阿玛兰达乌尔素拉 所以你知道这个名字 有什么含义对吧 这个包含的孕义有很多的 那等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 再来聊这个小姑娘 很快啊 这个小梅梅就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 她母亲费尔南达 就把她送到外地去学钢琴 她很快钢琴也学得差不多了 当时费尔南达跟那个小傲二代 不是约法三章了吗 就说你在外面玩 我不管你 首先你不能死在别人的床上 第二个是你在孩子面前 你要表现的 我们俩口子特别的恩爱 要给她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随着小妹妹逐渐长大了 她其实能够察觉的出来 她父母是没有感情的 她也知道她父亲在外面 有一个情人叫佩姐 更何况连自己都忍受不了 这个母亲 她也不知道她爸 怎么能忍受得了的 所以她跟她爸 颇有一种同病相连的感觉 小二代也特别的喜欢她 简直都把她当成自己的 叫小棉袄一样 所以这个小妹妹在家里面 基本上就是 表面上是听妈妈的话 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但是私底下有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非常的叛逆 只要是脱离了她母亲的视野方向 她就开始是抽烟喝酒烫头 她爸呢也不说啥 也一直挺惯着她的 因为知道是被管得太严苛了 她有一次就请了72个同学 回家里面开party 这把费尔南达给气的呀 这里我要补充一句 因为乌尔苏拉年纪大了 阿玛南达又去世了 所以这个家 真正的控制权 其实已经在费尔南达手里了 费尔南达掌握这个话语权了以后 能够管理这个家了以后 更是提出了更多的叫言行俊法 就是规章制度 这各种规矩特别的多 所有跟香蕉公司有关的人啊 全部一律不准进这个家门 包括他的应该叫大伯吧 就是小澳二代的哥哥 小和二代 他不是在香蕉公司当建工吗 他都不允许进家门 之前小澳二代不是经常会邀请香蕉公司一帮人回家办party吗 他现在有话语权了以后也不允许来了 所以女儿请了72个人来家里面办party 你可想而知他气炸了 但是他爹就特别的好 他爹特别的贴心 出钱办了这个party 而且还考虑到这些同学们72个人呢 他万一要同时上厕所怎么办 还专门去买了这72个便盆回来 就是寂静一切的能力 这段时间他所有的事情都推了 就是陪姑娘 给姑娘布置精美的房间呀 带姑娘出去看电影呢 看歌剧啊 俩人就处得跟朋友一样 关系就特别的好 后来女儿谈恋爱了 谈的那个对象呢叫小马 他这个人身上可能跟韩香一样吧 总会引蝴蝶来 因为这个蝴蝶他们好几次是险些暴露了 那这个小傲二代就是他父亲天天给他打掩护 但是你谈了恋爱的姑娘你肯定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的精气神啊 状态呀那些都不一样 你想啊 菲尔兰达天天从小吧 算是接受的这种贵族的教育 从小当女王一样在培养 结果嫁拐了以后 他其实也特别的委屈 他嫁拐了以后就是彻底沦落成了 管家那样的 就天天做家务 做不完的家务 然后伺候这个伺候那个 特别是他现在管家了以后才知道 真正要管一个大家族是真的有多难 而且吧很多时候还唠不到好 看到女儿每天如沐春风的就觉得 肯定不对 肯定肯定中间有事 有一天呢就偷偷的跟着他女儿 结果在电影院 发现他女儿跟一个男的两个人抱在一起在亲 他特别的生气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丫头 你这伤风败俗啊 就把小妹妹 揪回家了 就回家了以后就把他锁在房间里面 不让他出来 他女儿呢也不哭不闹 他心里面就有点奇怪 按理说这个时候肯定要跟自己闹的嘛 他现在反正该吃吃该喝喝该睡觉睡觉 一点事都没有 有一天就到他女儿房间里面去 突然就看见了 一种当时那个年代的一种 避孕的一种一种东西 一种泥 结合在家里面啊 经常也能发现一些蝴蝶 所以他知道这个事肯定没那么简单 那是怎么回事呢 小马每天晚上是爬墙头 翻到他们家里面来 从他女儿浴室的那间窗户 那个窗户进去 而且他女儿这个时候 以前是早上 每天早上起来来洗澡 现在是每天晚上洗澡 而且洗澡还洗很长时间 结合这些线索 突然他把眼镜一推 是吧 行几次は 一次摩一多次 就福尔摩斯就上线了 白天就出去啊 就找到派出所 让派出所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守夜人 就说他们家经常有一些小偷 过来偷东西 只要看见这些小偷啊 直接开枪打死 这天晚上他男朋友小马 又如约而至啊 来翻墙头 殊不知这个时候 已经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描上了他 随着一声枪响 他从楼上摔了下来 如同一个蝴蝶一样摔了下来 费尔南达听到了枪声 他知道得手了 小妹妹也听见了枪声 他已经在浴室里面 等待他的男朋友了 打开窗子一看 男朋友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 从这一刻开始啊 小妹妹的心 基本上就死了 随着他的男朋友一起去了 他任由他的母亲 过来骂他 听着母亲一边骂 一边在收拾自己的行李 拉着他 机械性的 就往火车站赶 他也就这么木讷地跟着 一言未发 随后他们又转了船 到了一个地方 他知道这个地方 就是母亲 常跟他讲的 母亲的老家 那个老宅子曾经是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风光 宅子附近有这么一家修道院 随后来了一个修女 接过了他们的行李 拉着他进了修道院的铁栅门 无所谓 去哪儿都可以 哪怕前方就是屠宰场 我也去 往后余生他在这个修道院里面 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用中国话来说的话 清灯古佛 聊此一声 等到费尔南达回到马孔多了 一个多月以后 突然有一个修女 急匆匆地来到了马孔多 找到了费尔南达 悄悄地递给他一个篮子 篮子里面有一个男孩 这就是这个家族 第六代人出生的 这个男孩是小妹妹 和小马孙的孩子 但是费尔南达怎么会允许 这个孽种的出生呢 他想要把这个孩子给溺死 但是始终下不了手 他只得把这个孩子 扔到了老德生前的那间房间 让索菲亚帮忙照顾 对所有的人都说这个孩子 是他捡来的孩子 他实在是不忍心 看见这个孩子在外面夭折了 所以他大发善心 把孩子给救了回来 家族里的人 村子里面的人 所有人都信的 也就是除了他以外 没人知道这个家族 第六代人出生了 与此同时还发生着什么事呢 小和二代 他一直在香蕉公司当监工嘛 但是香蕉公司一直很剥削这些劳工 比如说没有节假日啊 然后一直得上班呢 然后还没有什么工资啊 工资的发放形式 都是以代金券的形式 以及工人生病呢 也不给批价 也不给看病 他们过的就跟黑奴一样 只是可能比黑奴稍微自由一点点 于是小和二代开始要组建工会 要跟这些资本家谈判 但是他们这帮工人 怎么闹得过资本家呢 资本家有完善的法律体系 他们最后打官司 打到了最高法院 也都没有用 最终工人开始走极端 开始想通过用暴力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当局就把他们 集中在马孔多的火车站 这里我就快速的讲 反正就把他们三千多个人 有老少妇孺的 全部都集中在火车站 然后周围又架满了枪 就跟剥洋葱的 一层一层一层打到中间去 等到小和二代再醒来的时候 自己是躺在一辆火车上面 火车上面堆满了尸体 他跳下了火车 回到了马孔多 他跟人说这个事 可是所有人都不信他 所有人都说马孔多 没发生过这种事啊 他到火车站附近看 人说血迹 连一个弹孔都没有 马孔多的所有人 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 当局第二天下了一纸文书 说已经妥善的和工人 工会 妥善的处理了这件事情 也会给工人节假日 也会给工人提供五险一斤啊 工人都很开心的回家了 但是小和二代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眼下他也没有地方去 他只能回到布恩迪亚家族里面 刚好索菲亚发现了他 趁着费尔南达没注意 赶紧就把他给领到了老德的那间房间 此后每一天都给他送饭 因为他算是香蕉公司的人嘛 费尔南达很讨厌这些人 就不让他们进家门呢 所以小和二代基本上就在老德的这间房间 跟这个家族第六代人 两人住在一起 索菲亚经常过来送饭 那费尔南达跟小澳二代还有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叫小和三代 等到了上学的年纪的时候 费尔南达把他送到外面去神学院学习了 因为之前在小妹妹面前要表现的夫妻特别恩爱嘛 他们又擦枪走火又怀孕了 费尔南达有了第三个孩子 这个孩子呢就是阿尔兰达乌尔苏拉 从屠杀的这一天开始整个乌云似乎就定在了马孔多的上空 就开始连连不绝的下暴雨 小澳二代听说费尔南达把自己的姑娘送到修道院里面去当修女了 特别的神奇 跟费尔南达是大吵了一架 但是也没有办法 或许是雨太大了 小澳二代一直没有去费尔那边 雨就这么下了几个月 他突然有一天想起来 不对啊 家里面那么多牲口 如果这个雨一直这样下一下去 那些牲口怎么办 于是赶紧裹了一件油布 就冲向了费尔家里面 等他到了费尔家里面的时候 我发现费尔家一个人正在处理满院子的动物尸体 费尔家看到她来了特别的想哭 又委屈又惊喜 因为费尔家此前拖过好几次人给她带信 让她过来一趟 她都没有来 但是费尔家我特别喜欢这个女人 为什么 因为她尽管她很委屈 她也很惊喜 但她嘴上却调侃着说 哟 难得啊 西克啊 你总算是来了 她和费尔家两个人 就一起把这些动物的尸体 给处理掉了 在这边又待了三个月 又裹着油布 回到了布恩迪亚家族里 在大雨滂沱之中 马孔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那个所谓的香蕉种植园 也被美国佬给遗弃了 这里只剩下了一片狼藉 马孔多的居民眼神空洞的 透过窗户看着街上 小鹤也到了寿命的尽头 之前跟他一起上过战场的这些老兵 还是他的灵鹫 往墓地的方向去 这一天乌尔苏拉 在索菲亚的陪同之下 来到了门口 他缓缓地抬起双手 在挥动着 嘴上念叨着 再见我的孩子 转身又对小二来讲 等雨停啊 我也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日子又是这么过着 雨似乎没有停的迹象 直到有一天 费尔南达跟小二代讲 家里没凉了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 费尔南达开始天天抱怨 我他妈一个女王的命 最终我变成了一个丫鬟的身子 我天天给你们家打扫卫生 做饭 我伺候你们 你们每天他妈的啥活不干 一张嘴就要要吃的 我到哪去给你们搞吃的 因为这一天 小傲二代问他有没有 唐心蛋吃 听完费尔南达的抱怨 他站起来活动活动身子 然后开始有条不紊的 从柜子里面 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 摔碎 从水晶灯 玻璃 杯子 到厨房里面 锅碗瓢盆 柜子里面 一件一件东西 他挨个摔碎 尽情地发泄 他心中的愤怒 随后他出去 弄了一点发霉的粮食回来 这个雨一直下了 整整四年时间 终于在有一天 中午 火红的太阳 终于照亮了马孔多 人们欢呼地 从家里面跑了出来 可终于不用再忍受 这倒霉的下雨天了 小傲二代到处跟人打趣 说你这 这四年里怎么过来的 人们也打趣地说 哎 游泳游过来的 马孔多经历这几年 已然似乎又回到了 以前的那个马孔多 外地人全部都走了 香蕉公司也走了 店铺基本上也都没了 娱乐产业也都没了 马孔多又回到了马孔多 人民的手里 沃尔苏拉跟着索菲亚一起开始打扫 一片狼藉的房间 房间打扫完了以后 她的身体也到了生命的尽头 她在弥留之际 嘴里不断地念叨着 你们不要尽情结婚 会伸出猪尾巴的 雷梅黛斯照片前面的长明灯 永远要记住 不要让她灭了 就这么念叨着 念叨着 没了气息 人们在统计她的年纪的时候 发现她这一年 已经一百二十岁 童年年底 小丽也死了 她在墓园中的那个房子里 孤独地死去 人们发现她的时候 她像一个虾球一样 蜷缩在床上 头发基本上掉得差不多了 大拇指含在嘴里 孤独地去世 小傲二代因为 牲口全部都死完了 她一下子算是破产了 她开始跟佩姐两个人 又回到老本行 想要卖彩票为生 逐渐地 她发现自己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因为他们的孩子 老三 马上要到上学的年纪了 而她现在喉咙 也逐渐生病 逐渐说不出话来 她意识到 自己要努力挣钱了 自己时间不多了 总要把孩子的学费给挣出来 于是她把家里面的房子跟土地 拿去做赌注 做彩票的奖品 终于她赚到了一笔学费 也就是他们家老三 这个女儿的一笔学费 她把女儿送出去学习 这一天在车站 她难得的挽着她的妻子 费尔南达 他们上一次挽着手 还是在婚礼的当天 这一天她看着火车逐渐驶去 她想要往前跑两步追火车 看见费尔南达跟不上 险些要摔倒 还有一边照顾着费尔南达的感受 一边念念不舍的 看见火车消失在地平线上 小澳二代啊 是整个布恩迪亚家族当中 从老布恩迪亚一直到后面 她是唯一一个懂得爱的人 她带人友善 慷慨解囊 热情好客 对待自己的子女 特别的好 她那种好 不光是说给钱的那种 她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推了 专心的就陪伴她一段时间 因为她知道小妹妹需要的是陪伴 对老三 她自己已经身患重病了 还要坚持去弄到一笔学费 让自己家老三去比利时去留学 甚至不惜拿家族的房子跟地做抵押 也要在自己大县将至之前 要凑够老三的学费 从这场暴雨开始下 整个家庭陷入困顿的时候 她又想尽一切办法 从外面搞来粮食 维持着一大家子人吃和用度 以及在晚着费尔南达的时候 怕她摔倒小心翼翼地往前跑着 追着火车 一边恋恋不舍看着女儿想要追两步 一边又害怕费尔南达摔倒 照顾费尔南达的感受 这样的人真的 我每次看着这里我特别的想哭 但无奈 孤登南达 她这个时候家族已经进入 诅咒的恶影当中了 而且这个时候家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明天啊 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 明天会告诉大家 最终这个家族会走向什么样 我是老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